骤炎小屋 骤炎大家都知道吧 迷你世界中最邪恶的石头 挖掘它的时候会受到诅咒持续掉血 那你见过由骤炎组成的建筑吗 今天我在玩迷你世界的时候 无意间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沙漠村庄中 这个村庄不像正常村庄那样繁华 而是显得有一点孤独 中间还被沙子给隔开了 这边还有一座建立在半空中的房子 房子下面的人由于空间太小 被永远卡在了下面 房子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建筑 是由骤炎土块和风石炎组成的 从上面看不能看出 这是通往沙漠神殿的那个祭坛 但是建立在地上的祭坛 我还是头一次遇见 之后我还在旁边发现了两座 由骤炎组成的房子 两个房子中间还有一个通道连接 进入房子之后 中间有一个宝箱 这里跟沙漠神殿中的宝箱一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建筑应该就是沙漠神殿中的建筑 但是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地面上呢 这真是太奇怪了